最近中国一项尖端科技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 继实现50厘米碳纳米管技术的突破后 中国科学家于不久前又实现了70厘米碳纳米管技术的突破 碳纳米管有着极其优越的性能 你能想象吗 仅一厘米的碳纳米管就可吊起160头大象 这样的沉重能力 设想中的太空电梯将不再是梦想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在这里我们一起了解中国资讯 见证中国速度与力量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让你快人一步 收到最新最快的全球资讯 碳纳米管是最近几十年 碳纳技术成熟之后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材料 和传统的钢铁等金属材料以及羊毛等纤维材料不同 碳纳米管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物质 它是一种全部由碳原子组成的管状结构 因为不含有其他杂质原子 碳纳米管的强度非常之高 比现有最强大的材料还要高出数万倍 又因为呈中空的管状结构 碳纳米管还可以用于制造拥有特殊性质的材料 比如利用它制造纳米级别的超微型管道或引擎等 或利用它的优良导电性制造下一代半导体芯片 中国在碳纳米管技术的领先 可谓是实现太空电梯设想的基础 早在上个世纪 太空电梯的设想就已经被提出 根据美国NASA的规划 太空电梯将分为四个部分 即地球基站 升降机 缆绳以及平衡锤 在这其中 缆绳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想要从地球抵达外太空 需要跨越上万公里的距离 这也意味着缆绳的长度 需要等于甚至大于上万公里这个数字 同时这根缆绳还需要具备极高的强度跟韧性 才能拉动数十吨甚至上百吨的电梯 如果真要制造这种缆绳 碳纳米管显然是目前阶段最合适的材料 虽然碳纳米管体积非常细小 但其强度是目前所有材料中最优秀的 即使是最普通的碳纳米管 其强度也可媲美金刚石 同时这种材料还具备极强的柔韧性 甚至能被制成纤维状材料 一解宽度达一米的碳纳米管 就可拉动重13吨的物件 这显然非常适合用于制造太空天梯 但由于碳纳米管研发难度极高 在过去几年里基本没有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取得过突破 而中国自本世纪初开始 就已经开始了对碳纳米管技术的研发 直至2013年 中国已经成功制造出了长50厘米的碳纳米管 在短短几年内 中国又实现了制造70厘米碳纳米管的突破 随着中国对碳纳米管技术的不断深入 未来中国很有可能会制造出一米长的碳纳米管 尽管跟太空电梯计划中的上万公里碳纳米管缆生 仍然有很长距离 但能做到一米长已经是里程碑式的意义 此后的碳纳米管技术发展只会越来越快 实现上万公里长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一旦碳纳米管技术成熟 太空电梯也将逐渐从幻想走进现实 相比于传统的火箭运输方式 太空电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中最显著的优势就在成本上 太空电梯运输1000克的货物只需要500美元 而即使是可回收式火箭 运输1000克货物也要1万美元 低廉的运输成本将极大促进世界航天业的发展 人类不仅能在太空搭建更多大型太空站 甚至建立禁地轨道基地 使人类进入太空就如同坐客机一样便捷 同时卫星数量也会大幅增加 从而实现全球无死角联网 这将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太空电梯的概念其实并不新鲜 早在1895年就已经出现了 航天之父 俄罗斯科学家康斯坦丁 其奥尔科夫斯基从爱菲尔铁塔中得到灵感 构思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建造一个城堡连接地球上的爱菲尔铁塔 到了1960年 有理阿特苏塔诺夫有了更详细的设想 认为太空电梯应该要从太空船开始由太空往地表修建 虽然这两位俄罗斯科学家的设想引发了讨论 但始终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一直到1975年 美国空军科学家将太空电梯概念纳入报告 这才引发学界对其材料的讨论和大众的科幻想象 后来在1978年 英国的小说家阿瑟·克拉克的科幻小说《天堂的喷泉》中 描述了最接近现实的太空电梯 在斯里兰卡某处的高山上用纳米碳管 打造了一个延伸至36000公里的高空的太空电梯 此后太空电梯广泛存在各类科幻作品中 包括三体 至于为什么太空电梯的高度一定要在36000公里呢 答案很简单 要想太空电梯保持静止稳定 一定要在地球静止轨道上 即太空电梯的置信要离地35786公里 我们都知道 现在运载火箭是人类进入太空的唯一途径 但运载火箭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火箭为了摆脱地球的引力 束缚需使用大量燃料 作为一种运输手段来说 效率非常差 目前火箭的有效载荷只有其自重的百分之几 也正因如此 用火箭向太空运输物资和航天员是非常昂贵的 根据NASA的一份报告指出 在2018年 他们要向俄罗斯支付约4.9亿美元 才能把六个宇航员送上太空 也就是平均一个席位8200万美元 至于发射卫星 虽然不同的公司的花费不一样 但每吨耗资也在1000万美元到3000万美元之间 其次 火箭发射会对地球环境造成很多破坏性影响 以固体燃料为动力源的火箭发射时排放出的氯气 会与臭氧尘发生化学反应 并有可能令臭氧尘变得稀薄 以前每向太空发射一枚火箭 就等于向太空扔一件垃圾 现在绕地球轨道上 已经遍布着各种太空垃圾 不过值得令人庆幸的是 我国已经研制出了可回收运载火箭 并且实验成功 正是因为运载火箭存在以上这些问题 人类才设想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太空 比如电梯 它被认为是一种低成本的 从地球表面通往空间的解决方案 如果使用太空电梯 在地球同步轨道或更高处释放卫星 人类将不再使用大型运载火箭 这对未来有效解决发射过程的高成本 这一太空开发领域的瓶颈 显然是非常有利的 由于太空电梯的中转空间站 类似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因此只要先通过电梯将飞船运送至中转站 飞船就可以以空间站为基点 轻易摆脱地球引力 开始新里程 太空电梯的升降机不仅在下降时 可以回收利用上升过程中所有的能量 还可以借助外部能源加速 因此它在向太空运输物资等的效率远比火箭高 有估算称 太空电梯运送和释放飞船的成本 要比火箭减少至少两位数 另一方面 火箭发射易受天气影响 在向太空运输物资时 往往要选择好天气 而太空电梯则不同 它不太受天气影响 除了运输物资 太空电梯还能起到推动宇宙太阳能发电站的开发等作用 因此受到各国探索机构的关注 总的来说 中国近年来在航天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越来越多 这次在碳纳米管技术上的突破 更是使人类在建造太空电梯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这种情况下 未来中国将逐渐取代美国 成为航天探索的领头羊 一些原来只在小说 电影中出现的情节 也会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而成为现实